我问各位一些问题 请问你啊 你觉得这两个加速度有一样吗 一个6秒加速到10 一个6秒加速到15 你觉得加速度有一样吗 没有 你为什么觉得你问自己 你为什么觉得他没有一样 你为什么觉得他没有一样 很好啊你说一个是六分之十一个是六分之十五嘛对不对 或者是说一个是同样时间一个加速到十一个加速到15 好那那如果这样你认为有一样吗 5秒加速到向西时速60公里 另外一个是5秒到向东时速60公里 那你觉得他加速有一样吗 你为什么觉得他不一样 方向不一样很好方向不一样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加速是什么 向量 我们说速度是向量速度要相等 必须大小相等方向也要 相等 所以加速度是向量加速度相等 必须要大小要一样方向也要 一样 这两个方向不一样吗 一个是向东 一个是向西 这就不一样 所以就是 他跟速度一样 加速度是向量 当我说我是加速度相等的时候 我必须是大小也要相等方向也要相等 这样才叫做加速度相等 那我们国中的 所面临的状况 几乎全部都是所谓的 等加速度运动 就是我的加速度随时随地都一样 也就是必须 实时大小要一样方向也要 一样 方向也要一样 他向量 所以要大小一样方向也要一样 那么我们说如果他做运动的加速度保持不变 大小一样方向一样 他就会做所谓的等加速度运动 那请你理解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前面告诉你 等速度运动一定是一个直线运动 因为等速度的时候你的速度要一样 你的方向不能改变你 直接朝同一个方向走 所以你就会是一个直线运动 但是 等加速度运动不一定是直线运动 等加速度运动不一定是直线运动 我们上高中会学水平抛射 就是把一个球平平的 水平的丢出去 然后会走一条弯弯的线 可是这个运动是一个等加速度运动 他一直受到重力加速度 所以他说没有改变 实际上是一个等加速度运动 可是他没有走直线 所以等加速度运动不一定是直线运动 虽然我们国中教的都是直线运动 直线运动 但是等加速度运动不一定是直线运动 这是你希望你能够理解的事情 OK 我们再一次的强调 加速度是向量 有大小有方向 加速度相同 就必须大小相同 方向相同 如果我随时随地的加速都一样 我就在做所谓的等加速度运动 那么就是我们主要在国中就算这个 等加速度运动 但请注意 等加速度运动 不一定是直线运动 OK 再跟你讲过了我们带的公式 叫做平均加速度 但也有所谓的 顺时加速就是某一个瞬间的加速到顺时加速度 那我也跟各位讲过了我们国中的数学能力不够 原则上我不会 算 顺时加速度 我只会算平均加速度 那 没有关系 因为我给你的题目几乎都是等加速度运动 所以就是随时随地的加速度都相同 因此 平均跟顺时就会一样 所以如果你需要我算出顺时加速度 我就找到一个等加速度 让它的平均跟顺时一样 那我就得到答案 就得到答案 所以 我们有所谓的平均加速度跟顺时加速度 原则上我只会算平均 delta t delta v 那我如果需要顺时的时候 我常常就是拿 我是等加速度运动 我的平均加速度就是 速度加速度 用这个办法把它算出来 这个可以了 可以吗 有人问得不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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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